这个是18岁的克里斯 这个是24岁的克里斯 发际线明显厚移 头发非常稀疏 明明25岁 总被别人误以为35岁 帽子逐渐成为自己标配 连健身时候要戴帽子 不仅形象受损 自信受打击 头发稀少逐渐成为自己性病 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 健身以后出现的脱发 基本都是雄极素脱发 也叫雄脱 足道受遗传因素和雄极素水平影响 其次还与生活压力 吸烟 喝酒 熬夜这些因素的关 雄脱一般并脚额头头发先开始掉 逐渐形成M型 继续加重的话 头顶的头发也会大量脱落 最后形成地中块发型 所以如果每天掉大几十根或一百根头发 咱们就要重视起来了 很多健身朋友都练力量训练 一直是想增加肌肉 改变体型 但是增肌效果越好的训练方式 更容易刺激雄性基础水平升高 雄性基础水平越高 就越容易脱发 就是说肌肉练得越大 脱发越快 这是因为雄性基础搞同残身多了 会在5R黄原酶的作用下 形成荷尔蒙作用增强5倍的DHD双型搞同 使具有细胞能量作用的ATP物质产生受阻 无法进行毛发的蛋白质合成 最终毛脏细胞失去活力 进入休止期 最后头发开始脱落 说人话就是 雄性基础搞同多了以后 会引起毛脏萎缩 发根缺少营养 从而加速头发脱落 就好比种花草水浇多了以后 植物吸收不到氧气和营养 根就烂了 最后哭死了 为了防止脱发 大家也听过各种防脱偏方 例如擦生姜大蒜等等 但是擦生姜只能刺激血液循环 不能刺激毛囊 不但不能帮助生发 反而可能造成毛囊炎 和过敏性皮炎等症状 严重的还可能加重脱发 大蒜在脱发的相关研究显示 大蒜可以提高贝塔米松的吸收率 通过贝塔米松的消炎作用 对包含头皮炎症的消炎 来达到防脱目的 单独使用对防脱没有效果 这里不得不说 大家应该知道 贝纳全确实可以治疗脱发 原理是通过中和和减少血液中 穷激素水平 也就是搞脱水平 来达到防脱目的 很少人会说 使用贝纳全以后的副作用 贝纳全在开药的时候 医生都会问你 有没有生活小孩 对夫妻生活质量有没有要求 等等 所以它的副作用不言而喻 而且发生概率极高 包括并不限于 雄性激素水平下降 训练状态减退 肌肉力量减少 性欲下降 成膊消失等等 菲纳全是通过降低 搞脱水平来阻断脱发 但是搞脱对于 健身人群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以有健身习惯的 不建议使用 那么既想防脱 又担心副作用怎么办 我还真找到一款 它是从雄脱形成过程中 其作用 阻断DHT生成 保护盲囊 这个就是 西班牙的防脱胶囊 主要成分是 有名的防脱圣品 聚中铝的提取物 聚中铝是每周的一种灌木 主要是通过 1-5RF还原酶 转化成双情搞同DHT 来防止脱发 同时激活毛囊 长出新头发 还是前面的例子 通过直接减少给花交水 烂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